蔡政府力推新南向 那么现在除了贸易和观光之外 这回瞄准了台湾的影视产业 12月7号到9号 新加坡影视展将会在新加坡当地的金沙酒店举办 亚洲各国都将会参与 那么这回文化部选出台湾32家业者 93部优秀的作品代表国家队 其中呢 行脚类节目入围的四个作品 全部都是来自亚洲旅游台 因为除了内容精彩之外 还有两大型男主持人 景荣跟廖柯奕 超细经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时候 两大男神也互别苗头 跟着景荣开着家去旅行 感受露营车带给您的自在空间 开着露营车上山下海 艺人景荣首次跨组主持界 就挑战味景节目 PK自家金钟主持人廖柯奕 两大男神间 挑散淡淡火药味 我要得奖 你找PK廖柯吗 我的金马讲好了 就是这样让他留 我也不知道 每次拍过的行程都比较辛苦 然后像欧洲那种轻松的行程都 都是景荣是不是 就没办法 虽说是幽默玩笑话 但看看两人节目类型 旅游路线确实差很大 料可以上山下海的背包客之旅 让景荣看了都有点不好意思 有可能 因为以前我也在沙漠拍戏 所以我知道这个沙漠的感受 那拍这个旅游节目 我没有去沙漠 但我看你有去 而且如果你在那边睡觉 哇 我佩服你 我相信应该是导演 是一开始嘛 第一次合作 所以不敢呢 帮你那个 让你的太累 就是行程弄得太紧 接下来你就知道 慢慢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亚洲旅游台两大男神 主持风格各有千秋 尤其政府力推新南向 亚旅节目获得肯定 被选为台湾优质作品 下周两大男神将一同 前往新加坡 出席国际影视市场展 以国家队员身份 行销台湾影视产业 欢迎新闻林季祥 零零台北报导